因应武汉肺炎 口罩需求量大 在彰化的口罩工厂 员工每一天两班16小时赶工 还有国君弟兄也加入帮忙 18号下午有一名58岁的严姓女员工 在赶工的时候不慎被机器夹到了右手中指 当场被夹断鲜血直流 其他的员工发现赶紧帮他止血送遗 58岁的严姓女员工右手中指用纱布包裹着 纱布外还看得到胜出的血迹 就会人员紧急将他送一急救 医院内他意识清楚 同事们也赶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口罩需求量大 他们一天两班轮流赶工 还有国君弟兄帮忙包装 18号下午5点左右 疑似制造的机器出了点问题 他为了排除障碍不慎 遭机器夹断右手的中指 当场血流如注 这名女员工第一时间先送附近的医院 接着再转送彰化基督教医院治疗 虽然消防人员赶紧将断手送到医院 不过医师评估 中指远端只结布满细微血管 即使接回夹断的一小节 之后血流无法完全供应 恐怕也会坏死 最后医师将中指第一节节支 补上皮绊 以立日后首部的复原 记得戴肉帽 章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